分享一个红烧猪蹄的做法 非常好吃 就是你在减肥呢 也可以吃这个猪蹄的啊 因为它脂肪含量比较少 都是那个胶原蛋白 首先呢 我用了是两个猪蹄 咱们最好买那种处理干净一些的啊 然后呢 在市场就让它用那个炸刀 给它剁开啊 剁成段或者是块都可以 回来咱们处理干净之后呢 凉水入锅 加入葱姜 加入八角 料酒 咱们开锅之后 煮个四五分钟 然后让它把那个 雪木啊 都给它紧出来 然后用温水洗净 准备葱姜蒜 花椒 八角 香叶 桂皮 这个呢 你就是放几个就可以了啊 不用很多 然后呢 准备两块冰糖 咱们锅里呢 放少许的底油 然后把这些干料呢 一起放入锅内 给它爆香 加入酱油 两三勺吧啊 再加入两勺的老抽 没有炒糖色啊 直接用这个老抽调颜色 然后加入一小勺的十三香 加入料酒 如果家里有白酒呢 你加一勺的白酒 比料酒还要好吃啊 然后呢 咱们就把猪蹄放入锅内 给它炒香 就是翻炒至上色就可以了 加入适量的水 这个水呢 如果你没有高压锅 你这个水呢 就没过这个猪蹄 最少要煮一个小时 小火煮啊 我呢 是添上水之后了呢 我是放进高压锅里了啊 压了十五分钟 然后我又给它倒出来之后 我加的盐 还有蚝油 然后开大火 收一下的汤汁 你煮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呢 你就拿那个筷子呢 去搓这个猪蹄 筷子呢 很容易就能搓透它了 这个呢 就可以了啊 非常简单 也很好吃 有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试着做一下 感谢朋友们支持 感谢朋友们支持